高鴻安被質疑論文後 資策會再稱他不當兼職於殼職公司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還見臉欣喜 說高鴻安是圖利 結果這些人很快的就翻車了 高鴻安拿出當年發的新聞稿 裡面就有把高鴻安的頭銜寫上殼職公司 還有資策會的YouTube也上傳過 高鴻安代表介紹柯治公司的影片 本來有上百則留言 結果肺炎上之後就把留言關閉了 106 年的時候 高鴻安因為團隊建立的平台協助多家企業 並衍生出新創公司柯治而獲獎 所以資策會說他不知道高鴻安有加入柯治 分明是在裝傻 根據資策會的說明 衍生公司是資策會鼓勵內部研發團隊商轉 鼓勵團隊朝多元化角度切入成立新創公司 而柯治就是資策會的衍生公司 但資策會卻為了選舉寧願扭曲事實 成為側翼和正式打手 柯建銘還說 高鴻安自己也有參與諮詢 他現在說我們是一條龍 他自己可以去主張他的示威 難道他是希望所有人和民進黨立委一樣 把諮詢時間供起私勇拿來做選舉攻防嗎 正用國家機器來打選戰 也難怪柯文哲會反酸 他是不是和新竹有不可告人的事情